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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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不好意思 我後來決定再把苦回去一下 我先把這一個東西把它搬進來 把它拿進來的話 會有那個 看出來就是那個完全平方的樣子 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那個東西拿進來 假如這一個拿到這裡面來 那它會相當於是 這一個 2 1-low 0-x-y 平方 這邊就沒有2 然後除以 sigma-x的平方 那跟這一個 會變成一項 再加1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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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原先這裡是1 然後它搬進來是這一個 OK 所以這個1減掉這個 最後這裡其實 這裡就只會留下Low Sy的平方 這裡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好 那所以 再寫一遍 我們現在要把這裡 用Y當作主角 來把它變成是完全平方向 那很剛好 它這個東西就是會變成完全平方 然後這邊會是這個 Y-eta Y Sigma Y 然後減掉 Low Sy 這邊是S-eta X Sigma X 這一個東西的完全平方 對不對 可以嗎 好 好 那所以 這個還可以再把它 改寫一下 寫成這樣子 寫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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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雞蛋 雞蛋 好,會變成這樣子 變成這樣子呢 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會發現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normal density 它的mean是 這一個 然後它的balance是這一個 所以你看這裡剛好是一個 這個sigma y 根號1-low sy 平方 這一個東西 這一種東西然後乘上 根號2排分之1 exponential y 減掉一個mean 然後除以2這個balance 那假如把它 再寫得更清楚的話 它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個 sigma y given x 根號2 pi 分之1 is ponential 負 y 減掉 這個eta y given x 的平方 除以2 sigma y given x 的平方 這個就是一個normal的 這個就是一個normal的 根色體樣子 好,那所以這個其中這個 你們可以發現這個eta y given x 這個東西是一個 那這個eta x 這一PCopy I river 這一個eta y enorme material 這是一個eta y 用那個 Low xySigma y除以Sigma x 然后x-eta x 这个东西 然后Sigma yGiven x 的平方等于 Sigma y 平方 1-Low xy 的平方 这样子 结果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有没有看出来 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最后配成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就是一个normal density的一个样子 这个normal density里面有期望值跟变异数 这个是变异数 这个期望值变异数分别对应到这个东西跟这一串东西 有没有 那其实这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算的这一个 其实这个就是它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再把这个density去做积分了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走这一条路了 直接这一个东西就是给它了 有没有看出来 好那如果我问你 这个东西是多少 多少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它 就是它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过程各位要会 这个过程比刚刚在算那个 从join density到margin density 那一个东西更容易会烤 我是指外面的考试 这个东西比较容易会烤 通常你没有算过一遍这一题铁定算不出来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在这个 在几率里面算是蛮重要的一个式子 但这个通常是在比较advanced的课程 就是如果说各位以后的念研究所 有如果有修一门课叫做随机程序的话 就会有这种东西 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东西就是它 就是y这个随机变数 heaven x这个随机变数 等于小写x的期望值 那 这一个期望值呢 它跟y的期望值有某种关系 其实它相当于原先y的期望值呢 再加上一个 可以看成是一个偏移量 因为你原先没有geaven这个条件的情况下 这个y的期望值会是一个常数 对不对 那给定这个条件下呢 会从那一个常数这个东西 偏移这样子的量 那偏移的这个量呢 其中跟sy之间的correlation coefficient有关 然后跟y的balance standard deviation 还有x的standard deviation也有关 还有x跟它的期望值之间的 的那个差量也有关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这个这个式子呢 这个式子是y given x 的一个balance 这个balance也跟原先y的balance有关 但是它本身会同样有一个偏移量 偏移的那个量 那个偏移的量呢 其实是一个大小的变化 所以你看这里是相乘 乘上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它有这样子的关系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 但是这个不用去背它 这个要背实在是也是很难背的 大家只要知道说有这样子一个形式 因为假如说你在某些地方看到有人 去解某些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它的解会是这样 你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它解出来是这样 是有一个过程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更多的随机变数 那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随机的向量 但是我们这里没有打算很仔细去讨论 这个随机向量问题 我们只是稍微知道说 这个多个随机变数 它的这个统计量是怎么样 好 比方说这个随机变数s 就是假如有好几个 那我把它收集起来 s1 s2 s3 好 比如说到sn 那我把它收集起来之后 把它变成一个向量 那这个向量可以是raw的向量 也可以是column的向量 都可以啦 那我把它看成一个随机向量 我把它写成这样 这个我应该要表示成那个 英文字母的粗体字 但是我黑板上不太容易写粗体字 所以我在这边画了一横这样 代表它是一个向量 用粗体字来表示 那每一个这个都是一个随机变数 这些都是一个随机变数 那于是我们可以考虑 这个随机向量的distribution 这个东西它定义当然就是 这个随机向量小于等于某一个向量的几率 其中这个向量它可能也是一个 这n个数构成的一个向量 那可以把它看成它是一个s1小于等于s1 这样s2小一点s2等等 这样子一个join probability的体 那同理也可以定义这个density function 那就是我对这个distribution做微分 那么微分是针对s1、s2各个变数微分 这样子来得到的 那当然这个是连续型 我们才可以表示成这个微分 如果连续型的当然就是要用所谓的差分 就是这一个点跟右边一点点的 的那个差 几率差 好 这个是随机向量 那各位可能会在某些地方常常看到 这个是一个如果x它本身是一个normal的 这个随机向量的话 那一般我们会写成这样子 好 比如说这是一个mu x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其中这个mu呢 它本身是x的期望值 它本身也是一个向量 好 它可能是一个 比如说它是一个n by 1的一个vector 然后这个c 这个是一个x的这个向量它的covariance 我们可以表示成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这个比赛 就是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 可以 它是一個n by n的matrix 其中prime這個符號 這個是transpose 就是矩陣或向量的轉字 我們用這個trian的符號來表示 就是原先如果是橫的 你就把它變成直的 那如果原先是一個矩陣 那它的轉字 就是以斜對角線這個交換的方式來運作 這個各位天音代書應該都會學過了 好 那這個normal density 它會是長這樣 會是一個 crank 這樣 會是一個這樣子的 perceive 脖滑 脖滑 加油 好 或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這個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其實這個形式就跟一個隨機變數的這一種 其實也差不多 Sigma 根號 2π 根之 1 Exponation 負 S 減 μ 平方 3 2 Sigma 平方 外面好像有點放出加 就是提前放出加 期末考而不考 好 這個是一個隨機變數的normal density 那這個是一個隨機向量的density 它的density長這樣 這裡是一個 這個向量它本身 這個隨機向量它的variance 但它的variance其實是一個covariance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個隨機變數 所以它本身是一個covariance 是一個這種形式 然後這裡是一個2π的2分之n次方 就看你這個向量的維度是多少 然後這邊有一個exponential的這個東西 也是這個隨機向量減掉期望值 然後但是這裡就不是平方 因為它是向量 所以這裡是用這個transpose 跟這個東西相乘 然後中間有一個這個covariance的inverse 這個就很像這裡這個sigma的平方的角色一樣 這個式子其實各位在很多統計的書 也有可能會看到 都有可能會看到這個式子 但是因為我們這一門課不會去詳細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已經算是比較進階的問題了 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表示說這個都會學的也不少這樣子 多看一些 好 這個是隨機向量 它說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一點點 有一個名詞 通常簡寫寫成IID 它的意思是Independent Identically Distribute Independent 這個我們都學過 就是兩個隨機變數獨立 獨立的話要滿足什麼 譬如說兩個隨機變數獨立 它的定義是Challin Density 等於Marginal Density相乘 然後後面這個Identically Distribute Identically是相同一致的意思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分布 那意思就是說這些隨機變數 就是一堆的隨機變數 它們是具有相同的機率分佈 然後而且彼此是獨立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來寫 S1 S2到SN 如果它們是IID 那麼意思就是這個S1等於 S2等於S2等於SN的Density s2等於SN的Density 這個都一樣 當然你寫成Distribution也是一樣的 就是它們的這個Density 是長得一樣的 然後他們的join density S1 S2 到 Sn 也會等於個別的這個density相乘 所以講白就是他們都是一樣的機率分佈 然後彼此又獨立 這個叫做IID Cat Cat 蛋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 假設有k的隨機變數它們是iid 它們的min都是mu valence都是sigma的平方 然後有另外一個隨機變數y 是這些隨機變數的線性組合 就是c乘上這個隨機變數要全部加起來 那我現在要求y這個隨機變數它的density function 露了一個條件 它們是normal的 normal的隨機變數 然後我把這些隨機變數做線性組合 好所以這個我們知道s1和s2到sk它們是normal的隨機變數 所以我知道它們的這個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隨便一個sk的這個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會是什麼呢 會是什麼呢 這個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會是什麼呢 如果按照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的定義 如果按照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的定義 是is potentialsy的期望值 所以它會等於y是這一個東西 所以它是c1sy加c2s2 這一串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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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因為s1s2到s大k 他們是iid是獨立的 所以這個 就是說這些連成的期望值 會等於個別期望值相乘 所以其實它會等於exponentials1s1 這個是連成 因為獨立嘛 對不對 好 那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會等於 這個其實就是x1它的這個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然後你這邊放sc1乘以s2這邊放sc2 所以這個會等於 所以這個會等於 好 每一個隨機變數它的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是這樣 那於是這裡會是 sc1 mu 加sc1 加上2分之1s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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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好 那就相當於我把指數全部蒐集起來 就是S C1μ加C2μ 其實就是簡單的寫出來就是Sumation Ckμ K從1到大K加上2分之1S平方 Sumation Ck的平方Sigma平方 它這個形式其實也是一種normal的形式 看到Sμy加上2分之1S平方Sigmay的平方 其中這一個就是Sigmay的平方 然後這一個就是μy 所以我們就知道y它本身也是一個normal的隨機變數 那當然我要求它的density 這個就簡單了 好 所以是這樣子 再來我們來看另外的問題 也是假意上有的地址 同樣 S1 S2 好 這些隨機變數 一連串隨機變數是iID 然後我知道它們的期望值是mu 然後balance 是sigma的平方 現在呢我立兩個隨機變數 然後數一個y等於s1加s2 加到sn 然後另外一個隨機變數w是sn加sn加1 一直加到s2n 那我現在要以求 那我現在要以求 先求y乘以w的期望值 然後再求y跟w之間的covalence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y跟w相乘的期望值 我們把它展開來 y給這一個 s1加s2 一直加到s2 一直加到sn 然後w是這一個 它是sn加sn加1 一直加到s2n 那算這兩個 這個summation的期望值 你就用分配率把它展開來 這一個跟這一個 就是s1xn 好 因為這個期望值你可以利用線性的關係 把它分開來變一個一個期望值 所以你可以選這樣單獨的 好 s1跟sn 然後s1跟s2 sn加1 等等一直到s1跟這一個 s2n 好 這是s1的部分 然後s2呢也是一樣 s2跟sn sme N加1一直到S2S2N 然後一直到S3S4 然後在最後會有SN跟SN 然後SN跟SN加1 一直到最後是SN跟S2N加1 然後我們來化檢一下 這個會等於多少 因為S1S2這些是IID 所以它們是獨立的對不對 獨立的話兩相乘的期望值會等於 個別期望值相乘 所以基本上它是等於 這個個別期望值相乘 那個別期望值是mu 所以這裡應該是什麼 mu平方 對不對 第一相是mu平方 然後再來這一個 也是個別期望值相乘 也是mu平方 然後一直加到這個也是mu平方 再加上這個也是mu平方 再加上這一個也是mu平方 然後一直到這個呢 這個是不是mu平方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SN平方的期望值喔 這是SN平方的期望值喔 這是SN平方的期望值 它會等於什麼 它應該要等於 mu平方加SN平方 對不對 因為SN平方等於S平方的期望值 減掉期望值的平方 那這一個等於mu 那這一個呢 就會是他加他 對不對 所以會是這個 所以你這邊要加上一個 mu平方加SN平方 然後這一相呢 這一相也是mu平方 一直到最後這裡 也是mu平方 所以現在 所有的相都是mu平方 只有其中這一相 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你看 這一相是因為 這一個跟這一個 兩個相乘的期望值 跑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現在要算算看 有幾個mu平方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裡有n相 這裡有幾相 n加1相 所以兩兩相乘 總共應該會有n乘以n加1 這麼多相 總共會有這麼多相 對不對 這麼多相呢 只有這一個 長得跟人家不一樣 其他都是mu平方 所以照理說這個呢 這個全部這樣子 總共有n加1平方 那這麼多個mu平方 它再加一個 它多一個這個 所以答案就給你這樣 可以嗎 好 那如果題目我現在改成這樣 改成這裡從n加1開始 那這樣子就好辦了嘛 這樣子所有的都是mu平方 對不對 那總共有幾個 這邊n個 這邊n個 所以就是n平方mu平方 這是最簡單的情況 這樣了解好 再寫回來 那y跟w的covalence 會點多少 相當於s1加s2加sn跟sn加sn加1 加s2加n的covalence 那這個東西跟它的covalence 這以前我們有算過對不對 有證明過這個性質 就是相當於兩兩的covalence 你把它展開來 就是s1跟這個sn 然後 然後s1跟sn加1 然後等等的 那另外會有一個s2n跟sn的covalence 還有最後這個 sn跟s2n的covalence s1跟sn的covalence s1跟sn的covalence 等於多少 因為它們是iid 它們是獨立的 那獨立就是uncorrelated uncorrelated的covalence就是0 那這一個呢 這兩個covalence也是0 那這兩個的covalence會是什麼 自己跟自己的covalence 其實就是vairence 其實就是sigma的平方 然後再加上其他的都是0 所以最後就是sigma的平方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下課 最後會不會 rem Reality духов 聖結 你 然後